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请看课本第75页 有条理的写示 什么是有条理的写示呢? 有条理的写示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有条理 写起话来才具有连贯性 具有连贯性的文章才会行文顺畅自然 通常我们可以用首先、然后、接着和最后这四个词语 把句子连接成一个段落 让句子读起来更加通顺合理 制作竹筒饭的过程 这里一共有五个句子 我们怎样把这五个句子连接起来呢? 是的,我们可以用刚刚老师说的 首先、然后、接着和最后这四个词语 把这句子连接起来 竹筒饭的制作过程顺序连接起来后 写成一个段落 制作竹筒饭并不简单 首先、小贩得砍下竹子 然后在竹筒内围一圈香蕉叶 以防糯米粘在竹筒壁上 接着、倒入糯米、椰奶和盐 最后采用柴火烧烤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如何将画画的过程顺序连接起来 这里一共有五个句子 那同学们一样可以用刚才老师教你的那四个词语 来把这个画画的过程连接起来 首先就是第一个步骤 然后就是第二个步骤 接着就是第三个步骤 最后就是最后的一个步骤 我们把这四个词语加在这句子上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画画过程的顺序连接起来后 写成一个段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今天,林老师布置画画的作业 首先我找来一张画纸 一支笔和一盒水彩 然后我用铅笔在画纸上 画了一间步子和各种各样的花朵 接着,我把屋子和花朵涂上不同的颜色 最后,我还在画纸的右上角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老师用那四个词语把五个句子串起来后 读起来非常的通顺和合理呢? 接着下来,老师要教你们的是写画的要点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第76页 这写画的要点和之前老师教你们继续文的六大要素 其实是一样的 同学们,要记得当我们做写画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四大要点 第一,时间 什么时候发生的 第二,地点在哪里发生 第三,人物 谁 第四,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利用写画的四大要点来回答活动本第17页 当同学们要进行写画的时候 可以先画一个这样的图表 把四大要素填 然后才进行写画 好,那我们看一看如何将图表的资料写成一段话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每年中秋节,我们都回爷爷家过节 我们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 我和堂兄弟妹都会在这天提着灯笼散步聊天 我们还会在家门口点上许多根蜡烛 然后开始比赛 看谁能够一口气吹灭最多根蜡烛 在爷爷家过节真是开心 所以每年我都期待这天的到来 同学们要记得进行写画时 要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来写 那当我们写重点内容时 要具体、生动、而且要详细地描写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同学们,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你做得越多,你得到的就会越多 你做得越少,你失去的就会越多 同学们,要多养成收集资料 累积词语和翻阅报章的好习惯 因为写作需要材料 材料充足才能写出好作品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